我们都知道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 其实还有中巴中印经济走廊 还有欧洲大陆桥是联通的 不过我在这儿说的并不是中国的一带一路 而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全球联通的计划当中 这四个字代表着一种世界观 是把世界相互连接起来 而不是把它统治起来 我们中国人叫齐家治国平天下 都是从自己推辑到其他世界 这个首先是共同体这个问题是很难否定的 我们今天讲批评了民族国家 可是我们另外一方面也确实知道 在疫情过程当中 社会团结不同层次的社会团结是多么重要 但这个社会团结不能有限于一个单一的共同体 而要把它变成扩展型的共同体 这个通过路代廊桥的这个连接 能够构成这样的一个新型的世界关系 把不同的社群不同的社会连接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